哈喽大家好 在平安夜晚上给大家录一首童话证 希望你们可以喜欢 祝大家平安夜快乐 喜欢的宝宝记得点赞转发评论哟 听说白雪公主在逃跑 小红帽在担心大灰狼 听说风貌喜欢爱丽丝 初笑鸭会变成白天鹅 听说皮的盘总长不大 结果她有抒情和魔法 听说森林里有糖果物 灰姑娘丢了心爱的玻璃线 只有睿着的河水知道 白雪是因为贪婪抛出了城堡 小红帽又见一只自己 变成狼的大红袍 总有一条蜿蜒在童话镇里 一起踩得很 沾染魔法的怪障气息 却又在爱里取折 转流不惜扬起水花 又卷入一脸时光如水 让所有很久很久以前都走到幸福结局的时刻 听说阿波罗变成金屋 早远又奔跑得坚持狐 听说皮的草总说着谎 诸如怪拥有宝石满响 听说悬崖又可长生疏 红鞋子不知疲倦的在跳舞 只有睿着的河水知道 谁没人逃避了生活的煎熬 小人欲把阳光抹成眼影 透进泡沫的怀抱 总有一条蜿蜓 总有一条蜿蜒在童话镇里 几菜的河 沾染魔法的怪障气息 却又在爱里取折 转流不惜扬起水花 又卷入一脸时光如水 让所有很久很久以前都走到幸福结局的时刻 总有一条蜿蜒在童话镇里梦幻的河 分割了底下分割现实 又在前方的山口回合 转流不惜扬起水花 又卷入一脸时光如水 让所有很久很久以前都走到幸福结局的时刻 又卷入一蜜蜒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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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